你们喜欢吗 我是文杰 好久不见了 朋友们 今天我要起来过早了 今天我要给起一个重庆的美食 藏在老杭州里面 走 我要来一个弯杂面 好久没吃弯杂面了 上一台在重庆吃 我们那是很正宗 你们是重庆人吗 重庆人 整宗的重庆人 在武汉十几年了 哦 那你会有重庆话跟我交流 毫无 毫无障碍 哎 毫无障碍 看啥的弯杂 重庆的弯杂就讲究一个特别烂 在重庆话说这个叫翻杂 然后搞点杂酱 有弯杂面 对 弯杂面 这个是稍微油点辣的油辣的 好 那我也来两个包子吧 好 两个包子 要十个 十个 十个包子 切碗 切了 切不完你切 哈哈哈 现在来切 第一道的重庆风味的弯杂面 重庆笑面 重庆了你找你 这面的分量真的是好多呀 这么大一碗 凡是起的时候还在重庆呢 一直连点补光 我觉得起起来第一口 下一个就是这个辣椒油 特别香 非常香 弯杂面就是弯杂和杂姜 弯杂特别烂 特别烂烂 你尽头就滑了 老板你为包子也是重庆设设吗 是啊 所以说我们叫千里包嘛 从千里之外过来的 哈哈哈 重庆离武汉1076公里 我们这边包子 跟那个武汉的包子还不太一样 特别是鲜肉 武汉这边包子 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它武汉这边就是口味重一点 它下里面喜欢放酱油 就是说它那个包子下里看起来颜色深一点 我们那边的包子主要是讲究一个鲜味 放酱油放了少 但是味道它不差很鲜的 脆脆 包子都在底油 这油真的好多啊 给包子 有脂 有脂 皮子包子 好呀好呀好呀 刚刚老板聊的时候老板说 怕我的包子不需圆到头 还有那个豆花龙的包子 老板说什么 我有这个自信 用重庆话说这就是 拔屎是吧 拔屎 摇屎 武汉花椒 清掉土 哈哈哈